但其實我覺得黑開是有條路的 我的朋友經常跟我說磁場這件事 很親愛的 不是那種 是Magnetic那種磁場 他就跟我說 他留意過 如果那段時間火災開 你會突然聽到很多火災的新聞 會不會那段時間比較乾燥呢 有可能 這是一個常理 很正確的 或者是他那時候說 我聽到有人跳樓 突然間接一單又會聽到 會不會那段時間經濟特別差呢 好厲害 三個女人一個去 大聲講 大聲笑 女人心性 今次不講不得 女人Wonder Up Hello 歡迎回到女人Wonder Up 我是Monna 我是Miao Miao 我是紀雪 我們今天就是來玩一個遊戲 叫做地獄黑仔女王大賽 地獄黑仔女王大賽 地獄黑仔女王大賽 地獄很搭配 很有這個字 人未分 好應景 為什麼我突然想起這件事 其實我是被inspired的 就是香港有一個很有名的DJ 我不說名字 但最近他去日本旅行 就出現了東西 不停找不到酒店 你們應該知道是誰 是 搞了一段時間 搞了一段時間 我看完之後我就覺得很被inspired 因為我會視他為不幸的事件 我們人生中總會是 每個人都總是會一兩次 這些事情 我就覺得 我們都應該要分享一下自己的事情 好 即是說今天我們三位主持 每人可以提出一個地獄黑仔王故事出來 我不止一個 不止一個 我未必一個 那你不如直接成為女王 也好 因為她沒有準備 她的樣子很尷尬 她的樣子很尷尬 她只是在那裡 她是Geezy 你從來都是非常幸運的 很幸運 我的天 我想咬 準備包尾了 好了 我們準備battle 有一段時間我是想賣車的 因為有一段時間我是回流回香港做事一段時間 那我臨回去之前呢 就想賣了我當時的車 那我朋友就問我 她說你有沒有那個叫pink slip的東西 pink slip你要 是甚麼來的 是甚麼來的呢 我不知道 那時候她就介紹 就是告訴我 是你那個車的title 你要有一個pink slip才可以證明到是你的 所以是一張證書去證明你是擁有權 那你要將那張東西 有沒有pink slip 有沒有 交給下一手才代表是她 那我就發現沒有的 為甚麼我沒有 因為那個車其實我都是買了半年 就是它是一個二手車來的 我在dealership那裡買 那我就回去跟dealers那裡說 我從來都沒有收到一個這樣的東西 然後她就跟我說 哦 deal with 你那個 那個人已經走了 所以我們追溯不了 我心想這件事是沒有可能的 就是你公司的制度不是這樣 其實那輛車本身買回來 都已經是有很多很麻煩的事 其中一單就是 我一買其實兩三天之後 它已經爆了胎了 而且我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是開車不多的經驗 我就是看到那個燈亮了 但我不懂他怎樣去揣測 它是甚麼 兩個括弧 加一個錦炭號在中間 竟然是爆胎了 你怎樣可以弄到這個圖像 等一下 但你見到它 你不打算搜尋一下 不是 剛剛穿 剛剛穿不久 我在馬路上就看到它剛剛穿 但是旁邊的人就不斷被迫我了 他就不斷被迫我了 這個胎爆了 不是 它不是那些惡迫 它是那些好像有東西要和我 communicate 那種beat 那我就儘管開個窗去聽它說甚麼 然後它就說 Wheel Flat 然後整個基本上已經是一個 滾滾滾滾的那種 即是你的膽都爆了 是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 之後買了一個半年 經常下樊潭大雨 突然間聞到很噴 嘩 現在聞到一股味 有味 那我三顆怎麼辦 但我明明是塗過甚麼都沒有 然後後來 後來我朋友上我的車 你後面濕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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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濕透了 他說後面濕透了 他說後面濕透了 因為落了很多雨 濕透了 即是玻璃的窗是濕透了 我不知道它的窗是濕透了 在底部 總之就是後面濕透了 我覺得隨便 我是將它由A點當 帶到B點的車 沒有東西的 這樣就這樣 那OK 回到賣車那裡 沒有Pink Slip 那我要處理了 然後之後 我就回到商店 他們又說不幫我處理 那我就打了 找我的朋友 實際上怎麼辦 這樣 他說不要理了 你先回來 那我的朋友跟我一起商討 他叫我們一個共同的Uncle 我們要因爲他怎麼幫你 之後Uncle說 你們先等我 你們先去 那我待會在商店裡再會合你 他好像想納益 是的 他好像幫我們 他有一個對策 之後 這樣就 我們又推開回商店 我和我的朋友坐隔離 他在偏車返回 Review 同時在280那裡有一顆石子飛去我的玻璃窗裡 爆撞在那個圖製 他真的不關你的車的事 是你跟他的車配合了之後 神經病人 就是發生這種事 總之我朋友是很驚嚇 他說不是啊 你這樣這個時刻還可以爆玻璃 我好像叫你不要回去 他就跟我說如果是我的話 我想他自己的情緒應該會瘋了 但我當時已經是麻木到一個點 我沒有反應 那車跟你有很深的淵源 他不想離開你 他很討厭我 我覺得這車是很煩你一輩子 反而我覺得是他想快點離開我 所以他給了很多困難 去到那裡再回去 因為那些職員第二次看到我們 然後就覺得我們搞事 然後叫警察 叫警察要我們走 這樣 這麼極端 後天呢 後天呢 後天就說好 你叫我離開 我們就說叫報紙 叫媒體 到那個時刻他們就開始有點害怕 但也不太處理我們的 但好啦我Fast Forward 到最後這壹事是繞揚了我十日有多 我那時剛剛就是處於我快回香港 我機票定了 那我知道哪一天要走 那我就是要趕著弄走他 那十日之後 這件事就終於完結了 但我還有七天 是要留在美國的 我最終於是怎樣弄走這輛車 就是我們不知道 深刻我叔叔是找到那個 銀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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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真的有機會跟他會面 如果不處理的話 我把你的電話公主於世 基本上就是 不要逼離友之類 之後是找到跟他談 然後到最後的談判 就是他原額奉還給我 他是整個車給我付款了 這件事是很難發生 我可以把伯父給我 有 我有需要找的 我那時買的車 是五千多元 很便宜 所以就是這樣 太便宜了 但是我因為這件事 我駕了半年免費車 因為我有個refund回來 他整個五千多元 原額奉還給我 所以這件事你覺得是黑還是不黑呢 我覺得是 恩和德風 Yes Exactly 中文 還有 因為我還有七天才回香港 那個CEO先生 就跟我說 我給你一架叫做courtesy car 給你駕免費車七天 他給我了一架Benz 全新的Benz 我就差了七天 這些就叫做什麼 識人比識字 都是的 我都覺得是 這件事我感受到uncle的power 因為你說開車 其實我這些地獄黑仔王 都有很多跟車有關的黑仔事 譬如我試過一年爆三次輪胎 是的 這個就不知道是因為我的技術 還是怎樣 但是那三輛車 因為你爆完 然後就要先換第二輛 又爆 然後又再換第三輛 又爆 那個人已經是麻木了 你是不是喜歡特意駕在坑上 其實不是 不是 他應該喜歡駕在坑上 我試一下這個車的正能 但是說真的 那三次都是右邊前面 其實都應該跟我的技術 習慣 但是我駕了這麼多年 為什麼只要那一年會爆三次輪胎呢 後來我找到一個原因 是 什麼原因 因為是顏色 我覺得是 因為我從來都不是駕駛那一隻顏色的 但是剛好那一期就駕駛了黑色 就是你覺得是玄學上的關係 跟著呢 因為其實愛人都很少會用黑色的東西 駕駛黑色的車 但是那一期就駕駛黑色 但是換極都是黑色車 剛好 那我就開始失去信心 失去信心就是信這些東西 然後到我去考這裏的車牌的時候 因為我又是特意租一輛小一點的車 換上一輛紅色車就有沒有事 我不知道 那時候都不信 我第一次又是租了黑色車 又肥了 哦 對 然後 可能真的有關 對於駕駛這件事 已經失去所有信心的時候 那就到我第二次真的去考的時候 你比較巴士 我不要黑色 又真是合格 然後自此之後呢 我就說 好了我以後都不駕駛黑色車了 嗯 其實你第一次駕駛黑色車去考的時候 你有沒有承認自己 我今天駕駛黑色車 有一點點 但是我都不太相信 我這個人好像冷靜面 但是真的 經歷了那一年這麼多事情之後呢 我現在真的 我現在真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吸引力發生的東西 嗯 因為你經常在那裡承認著 我黑色不和我 我黑色不理我 然後你吸了很多那種的能量回來 都可能是 搞到你有一點點承認 有一點點催眠自己 是啊 因為我們以前住在香港 突然之間有一期就會 哇 跌鋁窗啊 哇又跌鋁窗 最近做什麼事啊 經常都跌鋁窗 然後有人就說 其實按照一些數據來說 其實跌鋁窗的數目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平均的 只不過當下我們 見過一次 見到兩次 然後就會覺得 我告訴自己 最近有些問題啊 跌鋁窗啊 嗯 但是其實我覺得黑開是有條路的 我的朋友經常都跟我說 說磁場這件事 很親愛 很磁場 不是那種是magnetic的磁場 就是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他留意過呢 如果那一陣子火災開 你會突然間聽到很多火災的新聞 會不會那段時間比較乾燥呢 有可能啦 這個是一個常理 很 positive 或者是 他那時候說 聽到有人跳樓 那突然間 又會一單接一單又會聽到 會不會那段時間經濟特別差呢 對 你們全部都是說那些負面的事情 我可以說一個正面一點的 那一陣子有人說 有了 這個又有了 那個又有了 如果大家經常 兩夫妻經常都是那個時候 因為其實 你的朋友都是那些 識分年齡啊 生育階段啊 就是這樣 你說的 的確是 當我們懷孕的時候 經常都會遇到一些大肚婆 回想起來 以前好像很少見 其實就是因為那段時間 你關注了 所以你比較容易會看到 那一類特定的人群 這不是代表他平時不出現 好 我現在立刻想想 我們現在關注什麼呢 關注一下 想想怎麼樣 我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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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富有 心中富有 好多頭髮啊 好多頭髮啊 我一向都沒有頭髮 好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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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瘦